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你自己要讲你是出来选执政党你为什么不表态呢 还是现在千篇一律就是在闪躲任何的话题 那再来看一下这个国防部的业务报告 独漏尾巴战争开打对于台湾的影响 因为邱国正的书面报告完全没有提到尾巴冲突 人家想说是国防部慢慢拍吗 怎么业务没有跟上 好像尾巴战争根本没有发生一样 只有在这个书面报告里面强调 这个俄乌战争跟这个中美之间的对抗 感觉上面好像没有来得及update 所以就赶快跑去做进行报告了 所以让人家觉得说国防部好像 如果用这样的一个业务速度的话 令人堪忧 那再来我们看看 至以色列的台人向外交部求助遭到冷回应 外交部那时候讲 我们昨天有提到 你自己上网订机票嘛 就是讲了这一句话 然后所以引发了大家的讨论 讲说外交部怎么会这样子呢 怎么不帮忙呢 现在开始有一些是不是侵略学者 就跳出来声援 就说你这个在以色列的台湾人 你自己不会想办法吗 他还说这个要拒绝巨婴 他说媒体跟政客 如此鼓吹巨婴的心态 一直在扯外交人员的后腿 才是最可恶的 让大家更不懂了 因为其实人民纳税 不就是希望有政府的保护跟照顾吗 那如果要求太超过 其实你说明就好 怎么就变成了巨婴了 怎么觉得说 政府你没有帮忙我 有一些质疑的声音 马上跳出来骂人民 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政府呢 所以我们看看 对照一下 以前在2011年 311大地震的时候 马政府协助先台东北大学 35名台湾学生撤离 其中这个蓝国伟 他不是正式的留学生 在这个地震发生之后 没有接到撤离的通报 所以几经波折才回到台湾 当时民进党是怎么骂呀 你看高志鹏 根本是放任台桥自生自灭 会被唾弃啊 林淑芬当时也是质疑 说政府到底是无能还是故意不作为 难道是欢迎三万多位台桥回归祖国 指的是中国 就是当时骂得这么凶 现在我们质疑叫做巨婴 这就是绿能拟不能 那再来看一下这个台海的紧张形势 国防部有公布一个最新的报告 就说跟去年相比 解放军的军机 这个就是等于说超过中线的这些次数 今年大概平均每个月 比起去年来说的话 增加100架次 去年的数字大概是280架 那现在今年每个月都到了380多架 所以他说 这个中国大陆 近年持续拓展政经影响力 跟所罗门群岛升级战略伙伴关系 也企图在当地设置基地 所以要把兵力的活动范围 突破到第二岛链 那但是我们看看 现在国防部要偷 这个等于说偷渡 修法偷渡 迫切性的建案 要动用第一预备金 结果主记长朱泽民强硬的回应 因为国防部在5月的时候修订了 这个国军军事投资建案作业规定 在迫切性的建案里面增列了 所以国防部报经行政院核准 得以用第一预备金支印 已经超过预算编列之时程 之新增迫切性的建案 他说国防部制定这样的规定 是自己走到死胡同 所以主记长好像 觉得不以为然这件事情 但是现在大家很担心 看到尾巴的冲突战争之后 下一个战场会是在台湾吗 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学者 就开始在讲说 这个俄乌战争陷入到持久战 中东的战火又在起 所以现在台海的紧张情势又升高 所以这三大区域的冲突是 环环相扣 赖清德的讲法是说 希望在这个俄乌战争之后 也在中东分乱之际 台海能够往和平的方向来发展 但是这一位克拉福特 这是美国驻联合国的前大使 之前还有来台湾 就是拿黑熊娃娃这个照相相关的 那他就讲说 美国应该以战略清晰来取代 长期的战略模糊 并且向北京明确的表示 如果侵略台湾 美国将会来防卫台湾 那再来看看 这个福建舰也将要海事 现在亚太的美军 也非常的关注这消息 美国的媒体就讲说 现在中美两国正处在 这个潜在航母技术竞争的状态 因为中国大陆现代化的航母技术 发展得非常的迅速 所以引发了美国的忧虑 而且中国大陆也首次 有这个新地雷射高速图像的传输 成功然后实现了高频宽 小心化的随地部署 所以这样看起来也提高了 这个新地雷射数据传输的 可靠性跟稳定性 那另外呢 美日韩现在联合的军演 说要演习这个海上拦截 意在贺阻北韩 因为韩国的高层 就是海军的高层 他们讲到说 现在必须要加强合作 来阻断北韩 违反联合国禁运 从他国来引进相关的物资 跟技术的一些管道 那专家也示警 就是说现在 美国好像有一个盘算 就是说 新冷战的枪口 转向瞄准了亚洲 因为美国不断在扩大 他们主导的地缘政治的小圈子 比方说在南海跟菲律宾这一边的状况 跟台海这一边 都在进行一些外交政治 跟军事上面的干预 要继续孤立跟打压中国大陆吗 把亚洲拖进危险的新冷战阴影当中 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 郑远哥 邵康兄提议的有关于兵役年限的政见 是对战斗兰所提出了几项重要政见之一 那战斗兰的立法委员 对多次国民党籍的所提名的 也就是说国民党的立委们 认同赵少康先生所提的 这些基本的意见 不过这里面有几个问题 就是邵康兄提的政见 简单明了很容易懂 那也跟现在的民进党政策 有高度的一个不能够互相并存的 一个现象存在 举个例子 那个兵役就是维持四个月 讲得很简单又很明白 那跟侯友宜一样不一样 可能有一样也可能不一样 一样是侯友宜有很多的附带条件 就是说等到两岸和平稳定之后 我们再把兵役恢复成这个四个月 也就是侯友宜目前认为 还是跟民进党一样 要把兵役延长没有关系 但是他如果当到总统以后 把两岸和平稳定下来 再来把兵役完成 被修改到什么四个月 一个是有附带条件的 一个是没有附带条件的 那国民党中央的政策是什么 总该有人出来把这两个 做协调跟讲清楚 再来第二个 邵康兄讲的核能是 马上要很快最快的速度 让他达到了20%以上的 我们的供电量 侯友宜里面讲的核能政策 也说要恢复核能 但是他也附带了很多条件 有的时候要到10点以后才会实现 这个东西就会很多诟病说 你并不真的要去恢复核能 但是侯友宜有他的考虑在 他可能有关于这环保选票 反核的选票要去考虑 但是整体来讲的话 国民党中央也要不要出来协调一下 什么样的政策是代表 国民党的中央的政策 还什么样的是各自的候选人 可以自由发挥的 要不然的话立法委员唱个调 总统候选唱个调 国民党中央不见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 反而会引起对手强烈的批评 这样我觉得不宜 我是觉得我们外交部很奇怪 外交部没有听过什么叫撤侨吗 撤侨是指撤在当地居住 不撤旅游的吗 美国人AID在每一次演习撤侨 我左右两边都是这种外交大师 撤侨是把自己的国民 撤回安全的地方 还会分你是 你是在那边住几个位 还住几年 还住几天是不是 有这种干法吗 没有 你外交部没有能力撤侨 也就算了 不要说人家是巨婴 好不好 你外交部才是巨婴好不好 你民进党才是巨婴好不好 连最基本的撤侨都不会 你只会什么 只会吃饭 只会卖巴西蛋 你还能干什么 所以我是觉得民进党脑筋短路了 是不是 任何一个地方有地震 有灾害 有战争就要撤侨 以前不是台湾 九二一大地震的时候 很多日本人 日本飞机怎么撤的 看过没有 连菲律宾都懂得准备撤侨 你这个没有能力撤侨 就闭嘴少讲两句 攻击老台 其实当然国防部很紧张 我们的空军弟兄也很辛苦 可是毕竟危险还是要政治解决 巴勒斯坦是一个例子 乌克兰是一个例子 如果你没有在政治解决方案找到方法 贸然的爆发战争 吃亏的是谁 已经很清楚了 好 我们来请教一下杰老师 对 这个大学的教授 大概没有搞清楚状况 他这个事实上这一次 我们驻以色列代表出出这个问题 事实上是因为有国人向他求助 结果我们外管居然说 你自己要上网去解决 自己解决 就是说你这些定位什么的 然后还说这个有各自的泄露问题 当然就是说 如果说一般情况的话 还勉强说得过去 可是现在是急难救助 因为那边发生战争了 那位求助的我们的国人 他说我在机场外面 已经听到爆炸声了 我现在情况很紧急 居然外管在这个情况 还要他自行去解决问题 这个其实我们不要拿 我不晓得现在 吴钊燮主持的外交部 是什么标准 反正都自力救济 照国际标准的话 这个时候是已经要 主动要去把在这个国家 住在国的国人 所有要主动找来 然后帮他们 照他的意愿撤侨或留下来 要主动联系了 这个不是我们外 这个是国际标准 这个叫灾难 紧急救难 因为这里面快打仗了 所以这个已经是非常离谱 而这件事是这位受到这种对待的一位国人 在自己脸书上把这个事情把它披露出来 而且他是用一对话的方式 他打电话去代表处怎么回他都写得很清楚 这件他这个一般人的话 这位国人的话 说起来不是什么巨婴 你换说是你的话 你当然希望赶快离开这个战地 如果说你自己国家住在当地的外交人 用这种态度对待你的话 如果是这位教授你做何感想 这不是巨婴 这是一个受害者 所以社会对他声援的话 也是对这种事情觉得 这样子的外交部门 是不是应该检讨一下 我们要提醒他一下 注意你在外观有这样子的情况 这可能也不见得是这个 是这个外交人员 可能是当地的这些 可能是当地的人员做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 这个不能互短互成这个样子 我们这个 我本身也是外交部出身 我碰到这种事我觉得 那应该要彻查 以正风计 因为外交部有紧急救难协助的规定 有SOP 这已经当地 已经各国都在撤侨了 你怎么还会有这种的 这样子的 应对国人的请求协助 用这种态度 用这种语气回答 这是完全就违反外交部基本的 我们基本的行为规范 那你还要外交部还要出来 出来说 外交部感觉到非常的震惊 觉得如何如何 透过这个 这个什么 中央社发表一个新闻 然后还反咬一口 然后这是错 假新闻或怎么样 如何带风向 这个新闻 这个讯息是从受害的民众 自己的脸书里透露出来 对没有人去 没有人要希望发生这种事 对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外交部门 在这个错误的领导之下 真正已经把外交部门 带到一个错误的方向 还要再找发动学者来替他 自己再护航 你到底要做什么 干脆你就 你就说你是独裁政权好了 你爱为所欲为 你就为所欲为 所有的标准 国际的标准 你都可以不顾 如此的这种政府 这种外交部门 真的我觉得应该要 彻底整顿 刚刚听大使这样讲 我就想到一个画面就是 我明明是在打一个求救电话 就像假设你打到警察局 打119求救 结果他就反骂你是巨婴 你已经在求救了 然后结果还被反骂 这是我们要的一个政府吗 杨老师 外交部处理这个事情 真的是非常不好 他第一时间透过中央社 发一个新闻稿 然后指控别人污蔑 你看脸书上去看 那样一个对话 是不是事实呢 在以色列 我们有多少人在以色列求学 或者是经商 并不多 可是我们在以色列的代表处 不小 我们跟以色列 有很多的一些合作的计划 其实外交部都查得到 这些讯息人员 那碰到这样一个事情 全球关注的 大家都紧张的 是不是 那你能不能有同理心 两个因素 我真的必须要讲 我虽然自己不是外交官 但是我过去处理过许多的外交的政策跟事务 外交部的人员 我觉得到了一些基层或者是外管人员 那个官僚气息真的蛮严重的 外交部 这并不是讲哪一个政党 真的自己要面对这个问题 那其实 助外人员的薪资是不错的 那当然 这有相关的SOP 一定要把它做得好 至少碰到这种紧急的时候 你态度上 是要去协助 这些有需要的这些同胞们 第二个 在台北的这些 做高官的外交部的人员 你用政党斗争的态度 来去看这个事情 那也不对 是不是 你怎么知道 那个写脸书的需要协助的人 他是哪一个党的呢 那用这种方式 我觉得是非常不好 第二个我觉得 赵老刚提的兵一一年 其实大家都没有想象到 要用年轻人 我们都当过兵 我们那时候两年兵的时候 你知道会影响到 你整个在年轻的 那一段时间的多少时间 你前后加起来 至少多一年 也就是你当一年兵 事实上会耽误 或者是拖延 或者是说 你会要两年的时间 你才能去安排 你下一步的动作 不管是就学 还是说出国 还是说就业 那因此就时间成本而言 你有没有考虑到这个层面 因为现在 少子化的因素 并不是这么多人 进入到就业市场 所以要从一个 不是单纯 只是一个国防部的角度 你要从一个 整个就业市场 或经济的这个角度 以及年轻朋友们 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一年当兵 等待当兵 当兵之后 再寻找下一个阶段 加起来 前后加起来 起码超过一年 这个东西我必须要提出来 第三个我觉得 美国现在其实 已经在面临两场战争 两场代理战争 对美国而言很清楚 以色列的重要性 远高于乌克兰 虽然乌克兰已经打了这么久 但是以色列这个情势 以色列是美国的核心利益 美国的海外的三大核心利益 西欧 以色列跟日本 很清楚 当他发生事情的时候 他等同于自己受到 这个类似的攻击 他会全力的支持 现在很清楚 他这个两艘航空母舰了 就可能代表着 接下来的这个动作会扩大 因此当有人讲说 这个会有冲突连线 会有第三场作战 或者在台海 不要这样子 不要这样子在那边自我在那边闹 要找台海这边再起一个 另外一个风波 这个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王哲马回来 過年轻入国大胆 这个词 , 中文 人 这里 find 三再 季 二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